女生做到这样 令人惊讶 谢谢 这次们她 酒伤饭了 笑容 照顾好她 我有什么错 整场比赛 外QCB滴水不漏的防守 和零失误 是他们胜利的原因 反观咱们 频繁地走位失误 配合出现偏差 支援效率慢一拍 最主要的就是膨胀 药户在刚刚那一局 并不占优势 不过 这也是我的问题了 我不应该纵容你们 接下来的这一把 至关重要 配合 三路都不能丢 以手为攻 他们要稳 我们要比他们更稳 诚哥 注意发育 前期推线 不能让教皇有可乘之机 诚哥 诚哥 李军鹤这个人我很了解 如果前期不克制他 把他压得死死的 那么后期 我们会死得很惨 这就是你选妖狐的原因 妖狐前期六级前 对线可以玩暴震 只要后期不出高暴震 团战就可以轻松捏暴震 所以我们必须速战速决 都不说话了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ZGDX战队对阵YQCP战队的 第二局比赛的现场 我是解说小白 我是解说陈瑶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了双方的队员 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这边YQCB首先是禁掉了 小秀之首 山峰 藤玉藻前 而ZGDX战队是选择搬掉了 青行当 山兔 还有九村 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个史莫莉小姐姐 到底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中单呢 我猜她基本上又会选择大天狗 玄女 我的天哪 她是玄女 这个时候打四宝一吗 玄女 说实话 这手玄女掏出来 我是有点搞不懂啊 对面是YQCB啊 不知道 打四宝一能打起来吗 我也不懂啊 诚哥 不容 可以 想和我这样逃 诚哥 在逃出玄女之后 ZGDX战队居然又逃出了波惹啊 这是什么组合啊 根据现在的这个阵容啊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波惹跟琴木走下路 然后中单是玄女 上单是鬼签 鬼签 中单 我这是一个什么世界 我现在有点上头啊 这些选手简直是太难待了 我说一句话就被打一句话的脸 我有点自闭了 我不说话了 随便是哪里被小黄一套技能带走了 骑士们还在坚持 散开 散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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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